一攻 嬌奢淫逸不長久 恰如春夜夢一長 強樑霸道總覆滅 好似風中成土陽 最近發生了一些事 我好像看到了人生走馬燈 重來的是 離離在目 這類經驗我有好幾次 好像看到了什麼 不過說起來有件事 我現在說書嘛 就想我第一次说出是什么时候 没有大概 不是应该是 我很确定是高二 刚开学的时候 高中二年级的时候 一堂是地理课 一堂是公民课 先说 在台湾高中到高二 是要分班分组的 至少我当年是这样 所以刚开学的时候 班上都是新同学 每堂课的老师不是自介 就是要同学自介 有的嘛 只是要同学站起来说两句话 有的老师就要求同学要上台说话 就这两节课 老师要求学生上台说些什么 要说什么 那全班就我这样的人物是上台说书 一说就说了两堂课 同学都傻眼 这也是建立了我在大学后 一个人做识人报告 上台单打的自信 做学问 我不需要任何人 我一个人上就够了 从那之后我总想 我高中时就能上台讲两节课 这种东西算什么 这里人就是这么肤浅 只要成功一次就什么都不怕了 好了 那我当时到底说了什么 印象深刻 地理课我谁讲了日本史 公民课我讲什么 我讲官员之战 当然当时没有人听得懂 包括老师 好像我就上去讲爽的 一墙黑板 我画了战场地图 还有东西军布阵 我就记得 当时不知道谁在台下拍了照片 要知道 当时是没有智慧型手机的 那真的是一张相片 事后有人将这张照片交到我手上 这张照片现已遗失 不得不说拍的挺难看的 我就记得照片里 是我靠着讲台讲话 背后是一墙黑板 画着战场地图 没有任何纯正 我人生中很多东西 就在这时间里遗失了 不过就记得了 还没讲完 一堂课就过去了 讲到这 至今还是会发酵 我从小到大没有同好 即便有 也与我不在同一个水平上 根本无法对话 这也是影响我人生最重要的几十分钟 原来我做得到 笑笑笑谈 官员之战也是我深刻接触日本历史的开端 当时是国中 我也接近疯狂 光大和剧 奎德川三代 讲官员的那三集 我看了不下二三十次 甚至连台词都背下来 尤其那句东军大部深夜行军至官员时传递暗号 Yamaniyama zai nizai 哈哈哈 想想还是挺感人的 我现在回头重看还是会重复台词 没一句 就是这么热爱 至今也是 官员之战在我的经历里 每个阶段的感觉都不一样 以前就觉得这是划分天下的战争 后来觉得 我的研究前因后果 每个大名都在干嘛 甚至去买原文书专书来看 而现在觉得 那真是恐怖 一天杀了几千人 打到最后 毫无意义 是追王祖北 我做过几次恶梦 都是落伍者被追杀 战败的武士 在荒野深山中逃亡 在 无望的旷野里 深夜的林子里 我真的觉得很恐怖 做过几次 非常深切的梦 那已经成为我 我人生的阴影 拜方是毫无反击的能力 在那半天里就失去一切 天下之大 无龙生之处 作为落伍者 战败的武士 你可以选择现在就切腹 也可以在夜里被土鸣袭击 被割下手机后抢光播光 或者在一个月后 被绑复京都六条和园斩首 而你的家乡封地 被东军掠夺 一门禁灭 完了 争取完了 而在东军的本阵里 两个族青挑一杠 杠上中间挂着一串手机 那是富贵的保证 战国时代的战场 就是割脑袋的比赛 这个在戏剧与游戏 是很少会做出来的 被割下的脑袋检验战功 叫检手 雁鸣正身 该颗脑袋是哪家武士 还是我方武士杀梁冒功 这也是战国时代的常态 斩杀族心或平民 割下脑袋涂黑牙齿 想尽办法把它扮成高级武士 在这期间还衍生出了一种占卜术 就是依这颗脑袋眼睛闭合的形式 进而去真卜吉凶 真是疯了 比如说左眼睁右眼睁 或唯壁唯章 都有吉凶的说法 砍脑袋到整理出论文考研读博了 这是武士的艺术 这太恐怖了 我现在真的觉得战国时代的战场很恐怖 战争没有任何荣耀可言 以杀人为业 夺人家业致富 有什么好看的 这几年我心态的转变很大 除非研究艺术与文化 否则我不接触战争 讲到这里有一个人 我过去没怎么注意 读小说也没有印象 但他是全精一时 曾有望继承日本的治权 如果他没有发生什么 根本没有后来的德川幕府 也无所谓日本大军 只有日本官白太和 说到这 我想有人知道是谁了 风尘袖赐 为什么主题转到这了 就因为2017年电影官员之战 就是从这个事件开始讲的 这部电影我看了不下十次 也反复研究了几年 以至于片尾有署名 但片中没有标明的武士 但是我都能说谁是谁 我看历史电影很喜欢考剧人物 是后来衍生出的一个小小爱好 就想电影小说文本的死官怎么这么特别 是从风尘袖赐开始讲的 而且啊 风尘袖赐在电影中登场 已经是一颗半斧的脑袋 所以风尘袖赐没有演员 他是一颗道具 然后全家被绑覆刑场 这真的太特别了 这真是司马聊太郎没错 太有趣了 大和剧都不会这样讲 司马真是鬼才 于是我就开始研究这个人物 一个读完小说我都没有印象的人物 风尘家代表人物 可以说只有一个人 就是秀吉 他一个人就带起一家子人 连同一帮随他出生的下级武士 战国时代就是这样 早期还可以说是幕府内战 守护大民间的贵族战争 真正的名门武士 军事贵族 而后这些不在领内 而在京都生活的高级武士 就被实际管理封地的守护带所取代 这可以说在一戏间 在一代人力就变田 芝田家崛起就是典型的例子 而这些守护带间互相攻伐 就是后期的战国 接着地方上的好强武士 也能与守护带碰上一碰 刀对刀 枪对枪 这个思绪的时代就靠实力说话了 如果是这样 那出生与血统就不是绝对了 所以一级低过一级 但实力却高过一等 才有秀吉这等人物的机会 你听着秀吉 这个名字也不像什么农民土老帽能取的 先说在战国时代一个人会有很多名字 举例来说 武士的名字可以这样组成 姓氏 苗智 直观 通称 明慧 在早期还会有幼民 在晚年还有法号 受洗入教的更有切之丹 拉丁式的教民 听起来好像很复杂 其实不是 举例来说 那别当真 清河元氏 德川家 三河守 家康 幼民 竹千代 这里德川家康这个名字 就说明了家系 竹园 直观与幼宁 当然这里部分是有争议的 再补充一下通称 好比说 前田右左卫门立家 右左卫门是通称 后藤右兵位姬氏 右兵位就是通称 本多郭之柱终胜 郭之柱就是通称 这样就比较能理解了 好了那 封臣家呢 在日本传统上根本没有封臣氏 因为历史上朝廷公家 地方豪强 自有其殷袭 哪里有你平民插其战地的位置 做梦想归想 于是 暮夏日吉底层出身 自幼离家闯荡江湖 做过游商 还结交豪强 后投身伪张国守护代 知田家 唯一小者 仆役 按现代的话讲 暮夏日吉更接近 君夫杂役 他起初连兵都不是 在战国时代 当兵是有户籍的 族亲的甲咒与兵器 一部分是跟领主租的 你一个游民当什么兵 你租得起兵器甲咒吗 上去添乱的嘛 你身上那套壳 打完仗是要还领主的 一个泼皮无赖 想学人家上战场 你是去散布恐惧 制造恐慌的吗 恐惧是会传染的 所以通常 尽量不收没打仗过的兵 真的是去乱的 所以 封城市 本性末下 这个说法是有争议的 所以 我也觉得奇怪 他 他怎么有姓呢 与先秦一样 平民百姓是没有姓的 就有考据 日吉他本来就没有姓 如我所想 是后来编的 来源是 他家本是中村人 古人以帝为姓 这是其中之一 故本姓中村 这比较少人知道 而后来嘛 与支田信常初次见面在墓下 而改为墓下姓 这个说法也是有争议 总而言之 这个事情是说不清楚的 但可以通称 墓下姓 其实就连日吉生父的说法 在现代也有译说 秀吉之父做过族亲 这是确定的 后来富商归农 真的就是回家种地抱孩子 那是一个当兵 都要自己准备口粮武装的时代 一个人 废了就是废了 注定一身平薄 墓下明又未门 在秀吉又年时就死了 通常说 他还有个后父 叫竹阿明 以茶为业的沙门 这个人连生末年都没有 恐怕他如果活得长 那秀吉也是不怎么理会这个人物的 要知道 秀吉发达后 是把村里家人 全都接到城里鸡犬升天 就是一个凤凰男 男的 会的不会的都去当武士 女的能配名门就配名门 而这个后父 完全没有记录 所以说法也很混乱 更有说他就是 回乡后出家的秀吉时父 墓下明又未门出家后 就叫竹阿明 无所谓 反正咸鱼一条底层出身 属实是罗马贵族 与无父无母是无异的 我们大胆做个想象 我们都是底层 有一天 我们进了总统府 中南海 白宫 艾利舍公 统治了天下 我们要怎么面对真实的罗马出身 好啦 那现在为了选票 还需要伪造更加底层的悲惨故事 状况可能不太一样 可是在古代是相反 你不能露丑 尤其要当官就要血统 你没有血统就坐不稳位置 在朝中就是异类 而称他为凸属 是没有人把他当回事的 之后 藤吉郎建了宫 有了四级地位后 又改名了 叫秀吉 要注意 这时候他连主家的篇会都没有 有点像自己一个人给自己过生日 自己知道就好了 这里就提一句 篇会 是一个与汉文化相反的传统 汉人嘛 讲避会 你不能与上官长辈臭名字 你幼小的就要改名 而日本的篇会是指 上官长者 会拿他自己名会中的一个字 下次晚辈 举例来说 如果秀吉有篇会 那就很可能是 姓吉 长吉 秀姓 秀长一类的 可是他没有 那真够低下的 辗转间后来秀吉有了封地 于是又改姓 羽财 乃是与汁田家中重臣素将 丹羽氏 柴田氏 各一个字 要知道 秀吉很长一段时间 是称羽财的 而有一帮进城也随他称羽财 看似是一个很诡异的姓 但就形成一个新兴集团 专以秀吉为中心 与名门高家全然无色 这里也可见他们对实力的自信 我们将时间加速了 更后来 姓长史 秀吉代之 统一天下 更进一步就要为吉人臣 做什么 为朝廷官白 这是日本官制 是最高的官位 但要知道 过去朝廷有摄政与官白 合称摄官 摄官嘛 由传统藤原寺后代 武家为之 这是日本史的小常识 这武摄家分别的是 敬畏一条二条九条英斯家 称为武摄家 旗下还有清华家 根本上就垄断了公秦与上殿官位 武家呢 只能为墨流与贯者 这里啊 有位无官就称贯者 是低中之敌 那我们秀吉呢 可不一样 秀吉可是古往今来第一人 实际短暂统一的天下人 要怎么更进下一步呢 他好脑袋瓜子一转 那法兰西国有拿破仑给自己加冕 哦哦 为什么不行呢 为什么 好啦那这段是我自己加的 实际状况是 朝廷受战国时代的战火影响 后土玉门天皇以来就流离平泊 基本是个流浪天皇 长年寄居于武家 后来玉体因无钱下葬 而至于殿宗四十余日 是没有钱举办丧礼 天皇没有钱举办丧礼 到了什么程度呢 重流于户 有泪其还 后来抽了钱财下葬 皇家的备孕还没结束 后伯元帝以卖字为生 后奈良帝登基十年 因武家祭之才有祭统大典 一个皇帝登基没有典礼 因为他穷 一过十年才有人发现 当年皇帝登基没有大典 才愁了钱办了一场 之后的正清挺地也是一样 这是皇家 就想你听皇家跟我家一样 死无葬身 而我家还能拆门板 打成博冠 弟弟跑个坑埋了 而你皇家呢 那虫都直接流出门外 我该说什么呢 所以我说了算 我秀吉不要平氏出身 我也不要武色家血统 我就是秀吉 你听懂了吗 我知道你们知道我在编故事 那你们就必须信 编的故事你们爱听不听 我就信封城了 封城啊 古往今来 不是 是古往今来 前面说的那个古往再今来 那是要饭的 那是我小时候的事 今天不同了 不同不同了 才有封城秀吉 那这是不是一个励志故事 当然不是啊 这是一个充满卑微 狡诈 唯利 翻脸不认人的上进求生之路 怎么会与励志相关 只有不要脸的才能打破传统 那公武都做不到 但秀吉他能做 懂吗 懂了吗 好啦那说些闲话 太认真了 没意思 我现在写稿也不爱屌文 几乎口语 大概连以前的老师都不认得 我过去是能七步成师 谷体 歌行 尤常 五言 说写就能写 现在嘛 随意 秀吉人生的缺憾就是没有儿子 这里你别以为他无能还什么 他早年是有过儿子的 但夭折了 所以中间收了一些养子 你不管秀吉怎么样 他还是个打仗的人 难说下一场战役人就没了 家业是要有人继承的 所以必须要有养子 这有的是政治结亲的 好如之前信藏的儿子就是 更有的是亲戚家的孩子 众所周知 封城秀赤 封城金吾 就是后来的小枣穿袖 这比较有人知道 这些养子都有继承人的性质 但我看 我觉得这两个人物非常可惜 他们绝不是影视游戏里 那种昏暴御朝子 何占义病者 封城秀赤与小枣穿袖 你说因富贵病的风流跋扈 那肯定有 但说他们治愈都是白痴公子哥 那肯定不是的 我先说 你们觉得 他两次几岁过世的 有概念吗 这个很重要 回想一下 猜一下都可以 封城秀赤与小枣穿袖 是几岁过世的 来给各位50分钟时间 1分钟 37分钟后 好时间到 封城秀赤 年26 小枣穿袖 19岁 不可思议 养尊处优的公子 这么年轻就过去了 要知道 这两人在更年轻时 就上过战场立过战功了 是被当作真继承人培养的 你要知道 那是战国末期 日本还一面对朝鲜明朝开战的 都必须参加 你的白鲜没沾过血 那底下那些斩首艺术家 谁扶你呢 背景就是这样 所以历史与传说 演绎 戏剧小说 是有极大出路的 那原因多半是对秀吉的崇拜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说封城袖刺昏暴 说他有罪就有罪 哪怕原因只是私心与政治 我们在转回前述的刑场上 和园上一颗销首 半斧的脑袋 紧接着一众家属 里头有老幼妇孺 将近40人 那一天 光行刑 验身 砍脑袋 就用了5个小时 大半天时间 在细点讲 里头大多数是机械 30多人 其中最惨的该是 三型霸主 罪上义光的女儿 伊达正宗的表妹 名门出身的罪上居 就记录来看 她是典型的东北美人 还受过教育 传说中的顶级美女 就被罪上义光 配给了官白袖刺 那年15岁 从东北到京都 不是闹着玩的 罪上公主 人刚下轿 到京都府邸歇歇腿 那个官白袖刺就切腹了 未曾谋面的丈夫就死了 接下来你以为回家还出家吗 在封城秀吉看 这个养子官白袖刺是最大恶极 全家一门都得连坐 包括家臣 这里家臣中就有秀吉早年的结拜兄弟 前夜长康 当年 木下藤吉郎 风须贺小六 前夜长康 号称日本的三结义 小说就是这样讲的 可是一样啊 台湖天下 今天心情不好 你还是得上路 过去的 封城秀吉 都不会这样做的 但是秀吉会 老年的秀吉会 所以有人这样讲 封城家后来会迅速崩溃 都因为封城秀吉晚年的昏暴 话说回来了 罪上公主 连她丈夫的白脸都还没见过 第一次见面就是那颗半斧的销首 一颗发指腹肿的脑袋 他 就是我丈夫啊 真吓死了这孩子 此时 罪上居也在行刑之列 排第十一 他妈够倒霉了吧 我们情境一下 就好像说 下一站京都 下一站京都 刚下车 就被特高科的泰军大人拉去刑场 还什么都不知道 他妈够冤了 十五岁 说这个事是因为 二十多岁的封城秀赤 机械三十余人 你就是一天换一个 那一个月都见不上面 请问这是谁纵容的 当然是那个野爹啊 当年生不出儿子 把他看作亲儿子 认他娇奢淫义 他妈是秀吉的清洁 秀吉长年无子 才立他为侍子的 这个背景其实跟刘峰很像 这种人的风险是什么 我始终不是爸爸的亲生儿子 我 人生最大的敌人是弟弟 无论他几岁 当他出生 那我的忌日也不远了 我没有错 虽然我没有犯错 但 我活着就是最大的错 懂吗 另一面 小早穿秀丘也一样 他属于备胎了 是秀吉正妻那边的孩子 不一样的是 小早穿秀丘是个性刚强勇武的 这不是我反讽还是开玩笑 这是真实的小早穿秀丘 他就打过万历朝鲜战争 曾经在一战中斩杀十多人 还能深情敌将 这能是个随便的公子哥吗 虽然不是加藤亲政等级的 那也是个青年痘将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官员之战是不是 我知道 我都知道 我也是古灰级的 我们看官员的战场地图 那 封城金奴 就是小早穿秀丘 在松尾山屯兵 注意到了吗 最接近陶佩山 德川家康本镇的是 南宫山的毛利一众 毛利一族到西军战败 连下山都不敢 他们才是最接近 德川家康本镇的部队 为什么呢 他们在干嘛呢 最忙的是 就是在山上吃便当 才有那个宰相的空饭和 这个名场面典故 关于这个细节 我们后篇官员之战再说 其实这场战争 更大的是政治博弈 很多人来到官员 不是打仗 而是下注 就很多开到战场的 根本没有出兵 只是在周边关战 大战前夕 东军有情报 这个历史与小说都有记录的 传令侦察说 西军真能开进战场的 就只有18000人 我们综合说一下 古来号称东西军 各领10万大军在这里交战 当然都是灌水 大概就7、8万人 任何各方考据都没有实数 这个已经说不清楚了 无需纠结 当然西军真能动的人马 只有18000人 这里是东军的传令 茅屋主水夸大了 我们实际知道 光西军最强的 在天满山布阵的 鱼喜多袖家队 传说保守就有15000人 也有说17000人的 本队也就是被打得最长的 石田三成队 就有5、6000人 另一侧 在山中村驻军的 大谷吉祭集团 就有5000余人 这几支是在大战中 被集中攻击的西军部队 其他交战的都不算 怎么算都超过18000人 而西军名义上的主帅 一旁观战的毛利集团 连同被主行的周边加起来 约3万人 请问利害关系呢 这么简单的数学问题 管他西军重有10万之重 一下就砍去了3万人观战 这还没算在战中倒戈的 我要说的是 小早川秀丘本队就15000人 周边一同倒戈的大约4000余人 来喔数学时间 我们算他2万人 那都还没有毛利加多了 再说一次 南宫山在主战场中心 松伟山是在侧边上 真要打真打起来 也就是与大谷吉祭集团交战而已 小早川秀丘从来都不是祸首 就请问被苛哲的 为什么不是看戏的毛利加 而是真下山交战的小早川秀丘 我不是翻案 这是事实 那你即便倒戈了 那你也真打了 毛利加那一众混蛋 他只迁到不上攻的 就只因为他们是违心元勋 所以就没有后世的责任了嘛 要知道一个重点 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尤其还是那种早死 又没有后代的 不是影射谁 我就是说小早川秀丘 他没有机会生变了 就是一个万事罪人 故而锅都扣在小早川秀丘的脑袋上 这里再补充一段 薩摩岛金家约1500人 号称日本最猛 就布阵在四尾山下的小池村 岛金军是离本队石田山城最近的 岛金军就眼看着临近的石田军 被东军群雄猛攻依旧不动如山 石田本队被打得没办法了 石田山城就亲到小池村 向岛金军搬救兵 你猜发生什么 岛金义弘就狂言了 仗各打各的肩不出兵 不出兵就是不出兵 其性质比毛利家更加恶劣 就请问 岛金加薩摩兵的永明何在 所幸天可连剑 近年的大和剧与电影中 没有美化岛金家 他们被刻画成一帮野蛮香勇 在大和剧中 岛金只有在大战结束后突围 知道要出兵了 但是为了逃跑 好一帮勇士 岛金义弘为了求狗活 而折损了进程与职职 方法就是 你们断后让我逃跑 操作方式是 你们要拿性命拖住敌人的后腿 果真家人与部将都死了 岛金义弘只身逃回萨摩 这还要脸 在电影中就更加蛮憨了 岛金义弘日常口活 那一顿嘴炮 好像自己就是修罗在世 而真上了战场 就只在本证拜佛诵经 动都不敢动 你到底来干嘛的 那真正是修罗一批 真罗子还会光屁股拉末 岛金路道实属催逼 只因为他家后来是违心元勋 要说了 小岛穿袖丘实在太倒霉了 他真敢下注 也真敢下山打他两圈 如同义凶封城袖刺 即便他反抗袖吉 他也真下注真开干 比起那些袖手旁观的真武士 谁比谁更强 好了 这集时间上不容了 我还有很多话没说完 只留后篇了 以上